天气好棒啊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那边去 那个是清净泽的王子购物中心 里面全是奢侈品 我们现在准备下楼吧 这个地方是车站 我身后就是王子购物中心了 那儿一个Prada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现在转镜头一起逛一逛吧 反正到这个地方来旅游的话 要买东西的话准备个十几二十万差不多 全是奢侈品 我们先逛一逛啊 这个购物中心可以逛非常长的时间 那边是世华洛世奇 这边是夏天可以露营的一个地方 一个广场 夏天的话就很多人在这边露营啊 然后这些地方就全都是奢侈品 而且它这儿的奢侈品不像那种别的奥特莱斯 很多都过季的 它这边基本都是跟国际同步的新品 这边是最大的奥特莱斯 这个是最大的奥特莱斯 这个是最大的奥特莱斯 和这个奥特莱斯 和这个奥特莱斯 扣持 现在这会儿疫情啊 人不是特别的多 听到了吗还有中文 这还是有小朋友的品牌 标马 耐克 这些都是有的 像这种就是很便宜的东西了 在这块 这还有一个书店 这个购物中心太大了 如果真是要在这买东西慢慢逛 慢慢看衣服选衣服的话 估计可能得一天时间 我们就走马观花的看一看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清景泽的 他们的那个相当于是旅游景点 到他们那个老街去看一看 到那边呢 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一起逛一逛 现在我一个人走在去老清景泽的路上 这两边都是森林 就是一条公路 你们看这个地方 他修的这些房子 就跟那种美国的农村差不多 看到了吧 估计这块可能那么多欧美人喜欢的原因 还有那个地方也是 里面的那种房子 茂密的大森林中的这些小房子 看来日本人是比美国还懂美国呀 全都是这种小的这种欧式建筑 还挺好看的 看这些小房子 这边也是两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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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正在去旧清景泽的路上 走这条小公路 走大概15分钟的到了 然后这两边都是 郁郁葱葱的 这些树林 树林里面有很多 他们自己的这种小房子 我还来找一个便利店 去取点钱 今天出门带着信用卡 我怕一会买东西 有些地儿不能用信用卡 前面应该有很多便利店 去取点钱 再过了这个路口 我们就到了旧清景泽了 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养老的一个地方了 清景泽这块号称是东方的瑞士小镇 非常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环境特别的好 是在这个森林之中的一个城市 一个小镇吧 一个小镇 有很多那种欧美风情的一些餐饮店 还有就是咖啡吧 特别的多 这个小镇呢 也是特别有这种文化气息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好老的保时捷呀 911 然后上回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喝过一杯咖啡 呆了整整一个下午 没事干 发呆 到了旧清景泽 我们一起逛一逛吧 挺棒的一个老街 现在外国人不能入境啊 就是人太少了 去年的时候好像就是可以隔离 隔离了以后可以入境 当时还挺多人的 外国人也特别多 这是他们的物产店 果冻 果冻 这是卖首饰的 冰淇淋的甜品店 红茶馆 还有个自身店在二楼 这是那个斯凯奇 这是一家 卖蜂蜜的店子 这个店就一百多年了 这里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购物街 卖皮具的 这是卖烟菜的一个店子 这个是卖那种木工活的 全是这种木头的柜子 就像中国古代的似的 这边又是一个很大的咖啡厅 卖甜品的 今天人太少了 太舒服了 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这个地方周六周末 简直人几人 像这些小路的话 都穿进去的话 都有挺多那种垫子 包括这边也是 现在我们只是在这个主街上走 然后就有一个观光会馆 就是可以进去 他给你介绍一些旅游的资料 然后有一些清凉泽的纪念品 可以买 这有一个汉堡店 面包店 找个取款机 取点钱 然后找点吃的 这有一家卖蜂蜜的 清净泽的蜂蜜 这里面还有大蜜蜂 小蜂蜂蜂 这家真好看